都是跟前面的邏輯,圍圈,還有就是說那個變數的使用 都完全都有相關點 所以你如果今天這部分可以很快做出來 表示你應該前面的夠熟 但如果不是,回去一定要花時間 比如說以下一題,這一題可能難度又更高 什麼呢? 剪刀、石頭、布 OK,在講剪刀、石頭、布之前我們要拆六次 其實拆六次 你特別注意喔 我特別強調,for迴圈是有範圍的 換回圈是沒有範圍的,所以如果你要拆六次的話 很簡單,只要把 for迴圈怎麼樣 換回圈改成什麼? for迴圈不就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你打一個for for什麼呢? i in range h ok 那我們如果要跑六次的話 其實你就跟他講說 你跑了六次的話 這邊的話你從0 12345到6停掉 ok 然後冒號一下 這樣就ok了 所以呢他只會跑一次 0 12345 好了 沒了 沒了會怎麼樣? 就離開回圈了嘛 所以他只會跑六次嘛 那所以跑完之後呢 他也不會恭喜你 也不會跟你講太高 他只會跟你講什麼 你很抱歉 你只能 比如說這筆架 跑完回圈之後同一階有沒有 你就跟他講說 很抱歉 你只能 就是拆六次 不能再拆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大概就這樣 抱歉 最多只能拆六次 就這樣子 那你 那你 1到 Range 是1到6 1到123 這只能拆 喔不對 應該是他進來的話 for i 如果1的話 進來一次 兩次 所以這裡應該是 0 要不要跑七次了嗎 更正一下 因為上面已經有一次了 有沒有 所以他上面已經輸入過一次了 所以上面那一次要加進來 那如果我這樣跑應該是0到5才對 或者1到6 也可以啦 反正這個數字 總共跑五個回圈 然後上面這一次要加進來 所以喔 如果今天呢 假如說只能跑六次的話 那我就是 假設啦 我隨便輸入 這個 15 Enter 一次了 太低 我故意 2次 3次 4次 5次 不能拆對 拆對的話 然後呢 6次了 Enter 很抱歉 最多只能拆六次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啦 所以喔 4回圈跟壞我回圈兩者最大的差異啦 就壞我就一直跑一直跑啦 他也不管你啦 反正呢 你就跑到對為止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呢 要有一個範圍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它改為4回圈 另外當然也有了另外一種寫法 就是我用壞我回圈 但是呢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在裡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cont 那cont 那cont 就 跑一次加一次 跑一次加一次 然後 但是 我覺得 相對於 呃 程式的 簡潔度啦 我覺得還是用4回圈比較簡單 不然的話 你第一個file裡面還要寫一個cont 第二個的話你還要怎麼樣 邏輯判斷 所以邏輯判斷你那個file1就不能這樣寫 你可能要那個cont 他要是小於多少 比如說他小於6 他才可以進到反之就要跳離回圈 所以也許你們可以試試看啦 如果你不用file回圈 那有沒有辦法把它改成用原來的file回圈 然後改成就是只能跑 那個6次 你如果不要 用file回圈 假設用file回圈 那你可能就需要一個cont 不過這部分我請各位試一下 這第一個 就是只能跑6次 第二個的話呢 再來就想想看 就是什麼樣的 剪刀石頭布的遊戲 應該大家小時候 都應該有玩過 剪刀石頭布 他這邊有數字 1就是剪刀 2就是石頭 布 4的話就結束 所以如果今天輸入什麼 輸入剪刀1 Enter的話 他會跟你講說 你出 不 電腦出不 你贏了 他有個結 然後但是他不會結束喔 無窮回圈 除非你輸入 輸入4 Enter 他才能退出了 這還蠻好 不過因為目前我是沒有加上那個什麼 加上到底我贏幾次 電腦贏幾次 所以 這個功能沒有加 另外呢 時間也沒有計算 所以這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想想看 剪刀石頭布跟 結束遊戲 這寫法很多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試一下 拆數字遊戲 只能拆6次 多了不行 好緊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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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